第804集 一旦有人开始带头,人心就不稳了起来。 天干战队一行人表态之后,朝阳战队也坐不住了, 他们也在大统领的带领之下纷纷站起,声明退出联盟。 断魂海海域的强者们同样摇头地摇头,退出地退出, 在傲锋那强大的武力威慑面前,任何关系都变得脆弱了起来。 断魂海虽然强大,却也不愿意招惹如此强敌,而且他们的强者都是魔兽。 听说赤血麒麟这种传奇魔兽霸主出现,哪儿还能不拒呢? 一会儿的功夫,山洞内的大半领主都宣布了退出, 兰蒂斯一行颇有众叛亲离的感觉。 你们,你们怎么能这样? 四方海域强者本该互相帮助,你们怎么能背心弃意? 你们以为那个秦奥峰真的会原谅你们吗? 你们简直就是在白日做梦! 兰灵儿又急又怒地骂道。 哼,这一点就不劳兰灵儿公主费心了,而且我们并非是背信弃义,只是不想白白送死罢了。 几名断魂海强者冷哼一声,带头向外走去,心里还有点怨恨。 要不是兰激斯没事找事召集我们对付奥峰大人,我们也不至于招惹到那恐怖的红衣少主啊。 你们以为你们还能走出这里吗? 众人正要踏出山洞,却忽然听到后方一声阴冷至极的雨声传来,不禁纷纷觉得一阵不妙,赶紧惊觉地拔出武器。 可还没有顺利出手,就已经被银灰色的灵魂之力禁锢住了力量。 紧接着,他们就觉得身体仿佛被一根利尺咬了一口,灵魂之力被疯狂地吸收过去。 朗蒂斯,你疯了吗?你要干什么? 这,这是吸血鬼之声,该死的,他是要杀了我们。 啊,我的脑袋,我的灵魂。 许多人当场抱着头在地上打起了滚来,满洞嚎叫之声,吸血鬼之声,大灵主级纯血吸血鬼的强力换兽技能,是升级版的吸血鬼之处,非同级强者根本无法抵御,一旦被盯上,就只有死路一条。 洞内声音,很快就渐渐微弱了下去,百鱼灵主被吸成了一堆触目惊心的人干。 仔细看去,就会发现,他们最重要的灵魂力量已经被完全抽走了,魂丹也已接近碎裂。 兰蒂斯竟一口气将洞内除了兰灵儿和婉颜统领的所有人都杀光了,惊骇地看着兰蒂斯,婉颜和兰灵儿极为恐惧。 此时的兰蒂斯一语不发,一双眼睛散发着幽光,神色显得猙獰而恐怖,给人的感觉太过疯狂,好一会儿,兰灵儿才孽如这问道。 兰蒂斯大哥,你…… 这是…… 为了凑足给熔岩大领主献祭的灵魂之力,他们必须死。 兰蒂斯此时的面色倒是逐渐平静了下来,像是决定了什么似的,淡淡说道。 那秦奥峰不是要去中部山脉找那熔岩大领主吗? 我便先去找那熔岩大领主,施展我海妖纯血王族最强辅助技能,生命祭礼。 你住那熔岩大领主,你住那熔岩大领主到达君王级? 对上一个君王级的魔兽,我倒要看看他们是怎么死的。 献祭? 兰灵儿浑身一震颤声道。 要用那箱换剂?可是,这箱换剂是生命换剂,如果使用,那你的肉体和灵魂会全部毁灭的。 生命换剂,顾名思义就是以燃烧生命作为代价,施展的逆天级换剂。 王族血脉通常有这种技能,生命换剂一旦施展,时间一过就会彻底失去性命。 兰蒂斯竟然要去拼命了。 那又如何?只要能杀了秦奥峰,也就值了。 兰蒂斯面色冷硬,身上却散发着一股往日难见的坚定。 正如你所说,他威胁到了我们海妖一族和万寿岭的根基。 你难道要看着我们的族人全部覆灭吗? 我兰蒂斯虽然没做过几件好事,但也不想看到自己的种族毁灭。 不管是再渺小,再恶毒的人物,也会有闪光的时刻。 在某种底线被触及的情况下,也会爆发出强大的力量。 兰蒂斯并不是什么善良之辈,却也会为海妖一族和万寿岭的基业而疯狂。 这是一种种族的归属感。 兰蒂斯大哥。 看着眼前的兄长,兰蒂尔心中震颤,这还是他首次觉得他真正像是一个王族的继承人。 兰蒂斯冷冷地哼笑一声,继续说道。 哼,而且就算我不拼命,就能逃得了一死吗? 那秦奥峰绝非一个心词手软之辈。 他或许会饶了天干部队那些无关紧要的人,但是我们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。 与其坐着等死,倒不如拼死搏一搏。 而且,施展幻计之后,在那容颜大灵主状态提升之时,我也仍然有着意识,我要亲眼看着那秦奥峰和洛一金,全员覆灭。 既然这样。 兰蒂尔咬了咬牙,突然也目光坚定起来。 那我也拼一拼,我自暴丹田灵魂,逃一去找母亲大人,让他请出断魂海域中央霸主五色大人,出面去彻底打垮红银大灵主他们。 就算哥哥你这里有什么万一,也不至于没有任何准备,只是要请动五色大人,必须有足够的理由或是好处。 灵儿,这个你不用担心,我也和你一起去。 你通知海妖王,我便去战场通知我母亲和沙蒂斯大人。 沙蒂斯大人知道兰蒂斯大人您的陨落,肯定会怒火冲天。 只要他肯拿出至宝和氏币,五色大人就一定会出手。 到时候集合断魂海海域所有的大灵主,一起向大陆发起进攻。 斩锋一个人纵然再厉害,也不可能挡住那么多大灵主。 婉颜紧接着兰蒂儿的话说道,美丽的脸庞上的神色异常阴毒,恨恨地咬牙切齿。 反正都是要死的,我也要那个女人尝尝痛苦的滋味。 我倒想看看,她回去看到父亲惨死,还能不能再露出那张讨厌的笑脸。 兰蒂儿和兰蒂斯是为了种族,婉颜却是为了嫉妒。 在奥峰取代她成为北境第一美女之后,她心中嫉妒的火焰就一直没有熄灭过。 现在更是完全爆发了出来,这种可怕的嫉妒甚至能让她放弃生命。 三人的语声,要是让外界领主听见,必定是一阵毛骨悚然。 他们这是要掀起北境几十万年来,大陆和断魂海之间最大规模的战争。 商议之后,这三人便各自分道扬镳,纷纷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 一朵阴云缓缓在空中凝聚起来,仿佛暴风雨的前奏,北境的天要变了。 这个时候,奥峰等人却完全不知道外界掀起了何等疯狂的暴风, 也并没有急于求成地立刻向中部山脉出发,而是在营地之中调整状态。 奥峰和千计灭,刚刚大战一场,实力尚未恢复,又突然暴增了这么多的星级,难免根基不稳。 有时候进阶太快,也不是好事,必须用一段时间来调整适应巩固,否则日后的修炼就会变得无比艰难。 这一点,赤和刀锋同时面色严肃地提醒了两人。 奥峰和千计灭,听从了他们的建议。 本集结束了,我是奥峰,我们下集再见。